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帝君可有什么办法 能将这不立主 恢复如初 芷熙和帝君坐在一处真的好般配啊 好似从画卷里走出来的一般 是啊 芷熙为了救帝君 不仅弯下自己的半颗心 还承受了九道雷行 真是太感人了 之后一定会留在延续天宫吧 虽然芷熙对帝君有情有义 可是天宫规定 神仙不能相恋 真是太可惜了 这位仙子姐姐 我想问一下 你们刚刚说 是芷熙 挽了半颗心给帝君 是啊 是啊 好 年代 你真的有位好姐姐 全宫上下 无不感激她相救帝君呢 只怪芷熙 先发不尽 没能将这几道裂痕 修复完整 帝君可有什么办法 能将这不立着 恢复如初 过去某屋中 你并不换本君帝君儿子 不知小五的大事 有什么事 你也有什么事 你也不认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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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你不认真 我赢了你 我认真 你也不认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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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在门外看着呢 难道帝君 要我换你小人吗 对了 偷到扶轩顶一试 营灯掌事十分不悦 帝君可否收留我一段时日 待我把伤养好后 再回去请罪 请不吝点赞订阅